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终于在台湾时间6月7号凌晨一点 等到了一年一度的 WWDC 苹果开发者大会 结果我心里一直期盼的 M1 CPU Mac Pro却没有公布 而却是来了新一代M2晶片 和用上M2晶片的MacBook Air 可惜啊 想说这次应该可以脱离黑暗界 走向美好光明的苹果世界 结果还是要再等到今年秋天 9月份看看有没有机会了 在发布会上 也公布了新的MacOS 13 系统叫做Ventora 而在发表会结束后不久 我的黑国机软体更新中 就可以开始下载开发者测试版 如果你没有收到通知 表示你的电脑还没有参与 Beta版软体测试计划 请到Apple官网中 MacOS Ventora预览介绍网页 在最下处找到参与Apple Beta软体计划 使用你自己的Apple ID报名登录 再到页面中点选下载 开发者描述安装档 页面中有安装指导教学 你只要按照它步骤一步一步做 就可以设定完成下载MacOS 13 Beta测试版 但我强烈建议 一定要先把自己的系统先备份 或是用新的NR2 SSD硬碟安装 毕竟这还是初期测试版作业系统 稳定性一定会差很多 而且在MacOS Ventora 目前能支援的Mac电脑 最低要求是从2017年以后 电脑才能安装 看这样子 Apple真的出很糟 每一年出新作业系统 就要大砍Intel版本的Mac电脑 唉 该来的还是要来 完全避免不了的事 但在感散同时 却让我很意外是 这是MacOS 13 Ventora 安装黑苹果机 只要两个设定步骤 而用最新版 OpenCode 0.8.1 就一路顺畅 安装到完成 而更新软体做法没有两样 真的不敢相信 这次Apple对黑果机用户 如此友善啊 不管是我的主力机X299万年14nm7代CPU 或是最新D69012代i7-12700K 都能轻松安装测试使用 真的太神奇啦 Apple YES 而在MacOS Ventora 我觉得最大改变 应该是这系统设定选项 完全变成和iPadOS一样 全部改用条列式设定 只要你是iPad用户 完全不用适应 马上就能操作使用 唉 看到这样改变 真的让人有点淡淡的哀伤啊 Mac电脑和iPad平板电脑 要合而为一的时间 差不多要到了 到时Mac电脑桌机 应该会生产越来越少 最后由iPad平板电脑 小小一台来取代桌机系列 这也没办法 谁叫桌机是Apple最不赚钱的产品 砍掉停止生产 也只是刚好而已 那在这次测试新版 MacOS Ventura性能测试机台 是我最近常用的 Intel 12代i7-12700K CPU 而显示卡是微星 Gainin X2o RX 6900 XT 16GB 来看测试12代Intel CPU 在新版作业系统下的效能 首先是Geekbench 5下的跑分 最后得到分数为 单核有1939分 多核有13069分 而在测试微星Gainin X3o RX 6900 XT 16GB的 The OpenLC和Metal的跑分为 117971和163273分 接着是在R23的跑分 在测试中 CPU的功耗会来到160W上下 CPU处理器会锁在4.48GHz 微星MAG Coaligree C240一体式水冷散热器 可以把CPU温度压在75度上下 而最后得到的分数为21193分 那最后把测试成绩 和MacOS 12 Materade成绩相互比较一下 嗯? 奇怪了 在多方比较下 其实两者差异性并不大啊 两者分数都是相当的接近 不会因为更新到新版后 电脑性能前后有大大的提升 或是落差感 两者作业系统表现都是一样接近 这样就表示 其实在2014到2016之间的Mac电脑 还是能安装使用Mac OS 13 Ventura版本才对啊 哎呀 看样子 苹果是真的想靠换 新作业系统来每年淘汰之前的Mac电脑 不然每台Mac电脑 平均都可以使用个4到5年才会坏掉 不想办法这样做 何时才能再赚你一笔呢? 不是吗? 对吧 再来是这次Mac OS 13让人觉得还不错的 视窗切换应用功能 叫做目前调度 藉由这功能能自动将你开启视窗和软体 有条有理的帮你收放在萤幕左侧 让你更便利切换桌面使用 不用再像以前要一层一层叠在一起找App开启 真的方便太多了 而且视窗在缩放大小也不受限制 就算靠到最左边也会自动帮你把切换小图示隐藏 完全不会干扰影响你使用桌面 这也是我觉得这次升级Mac OS 13最大亮点之一 而且这次测试版给我的操作感觉 运行流畅度是非常吃斑顺滑 完全不像测试版卡东卡西 和以往之前比较起来问题很多的测试版真的是天狼之别啊 真的不知道这次苹果是动用了什么黑高科技在里面 而在FaceSite通话可以把iPhone当摄影镜头使用功能 我觉得还是使用LINE比较方便一点 毕竟四周亲朋好友都是使用LINE通话传达文字比较多 而且一台iPhone 13都要2万元起跳 这种投资真的太高了 加上它真的也不轻 要挂上去到萤幕用也负担不小 那最后是来说我对M2晶片的看法 觉得和第一代M1都是一样需要等产品上市后 再和其他产品比较才能知它有几两种 可是以M1最高阶晶片都是拿Intel 12代i9 12900K来做对比 照道理M2号称更强于M1有1.4倍 要拿来对比等级应该是Intel 12代i5 12600K才对 但它却是拿Intel版双核心i5的MacBook Air来比较 没搞错 用这Intel版MacBook Air是Intel 8代4年前的CPU呢 而且用它来剪过影片的人都知道 它根本是剪不太动 只要简单动一下 整台散热风扇和直升机起飞没有两样炒半天 这样对比真的太欺负人了吧 但M2晶片的实际表现状况 我只能说还是只能等上市后才知道有多少能耐能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对这次苹果WWDC发表会有不同见解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看得很过瘾 除了留言赞美鼓励我之外 在资讯栏里面有我的频道会员连结网址 你加入频道会员帮助我 我就可以找更多好物来拍摄 把影片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支持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好 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